欢迎收听玄幻多人剧《傲风》 作者 风行烈 由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三十克度制作 第六十五集 淡淡的雨声 铿锵有力 使得周围的人群又一次陷入了沉寂和震惊 她 她说什么 她这是 挑战 荣苏吃了一惊 俊脸上荡起一缕赞赏 原本只是因为她和记忆中的那个人有些相似 才心里偏向她 可此时荣苏却是真的为她的大胆和斗志惊叹起来 十五六岁的年纪就有九剑大幻师的修为 破例果真非一般人可比 就算明知是书 也要与她一较高下 浑然不在意自己的生育问题 为了追求突破和更高的境界 令人敬佩 这一刻 荣苏发现她似乎更像傲锋了 因为在她的印象里 那个少年也是这般大胆妄为 冷傲中又带着肆意狂放的 怎样 荣苏大哥现在方便指教吗 傲锋有些跃跃欲试地问道 刚刚她就是在想这件事情 在实力提高后 奥峰很想知道自己的实力究竟如何 战斗是检验实力的最佳手段 七剑灵幻师的荣苏 自然就是最佳的挑战对象 于是 奥峰也不急着说破身份 盘算着和她打一架再说 荣苏满眼欣赏的一声轻笑 怎么不方便啊 追云兄弟有这个雅相 我这个做大哥的 当然要奉陪 不过 这里不适合打架 走 我们去城外 明天就是魔兽工程了 今天正好先给大家伙打打气 说吧 他一个示意 和奥峰两人一起跨出城门 向城外的拥兵营地走去 哈哈哈哈 洛飞爽朗的笑声在身后响起 剑壮的手臂紧跟着狠狠拍上奥峰的肩头 洛飞热情地搂住奥峰 一边走 一边对他竖起大拇指 好小子 有你的 加油 给荣若少主一个惊喜 对对啊 祝云大人加油 打倒少主 我们支持你 西坦和维诺一帮叛徒 不帮着荣若 反倒给奥峰打起了气 那些城门口呆愣的人们如梦初醒 也急忙跟着去看好戏 两个高手之间的对决难得一见 怎容错过 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杀出城门 一直来到城门外拥兵团的大型营地 方才停下 荣若有意以这场高手间的切磋 提升明日大战的士气 暂时稍作休整 等待众多驻扎的 拥兵冒险者的到来 这场七件灵幻师 和九件大幻师之间的对决 迅速地传遍了 驻扎在城下所有拥兵团的营地 听闻赤练的少主荣若 这个著名的灵幻师 是其中之一 许多对他极为崇拜的小型拥兵团 如赶着奔丧似的拼命赶了过来 只为抢得一个观看的好位置 不到一刻功夫 周围便自发地形成了一个直径千米的巨大圈子 密密麻麻的人头在四方涌动着 后方还有很多人打破了头的往里面挤 七件灵幻师啊 这已经是大陆上极为少见的强者 难怪会造成这么大的轰动 在洛飞的认可下 守城士兵也有许多在一旁观看 甚至连上空的师救队伍都围到了这边 排成一排 很多师救上足足站着十几个人 一只只师救不堪重负 搭拉着耳朵抱怨士兵们的虐待 庞大的日不落要塞上方 避空万里 晴空之下 却是风云涌动 巨浪滔天 日不落城门口不远的地方 此时人山人海 偶有在城门口经过的商队和冒险者们 皆是目瞪口呆 城门这边 稀稀落落没几个人 那方却拥挤得快爆炸了 还有无数身背大剑的冒险者和幻师 不停地从城中焦急地跑出去 完全是一派万人空巷的轰动场面 这是怎么一回事 城门口 一名灰头土脸的青年 和一个黄袍老者 刚刚到来 看着那密密麻麻的人流 惊奇万分 啊 巴尔伯少爷 您回来的可真及时 不远处 一名飞天拥兵团的拥兵 眼尖地看见二人 兴奋地跑过来道 啊 有好戏看了 有个年轻的九剑大幻师 向吃恋的荣诺少主挑战呢 就在那边 这两个人 正是刚刚从日不落森林里出来的 巴尔伯和那个拥兵团长老 说起来 他们还算幸运 那天二人正被一群灵兽 追得山穷水尽 差点丧生 赤的威压 却突然覆盖了下来 那一群灵兽 哪里顶得住 连忙对赤膜败去了 这两个家伙 就极其幸运地逃过一劫 可是 火龙果任务 却彻底泡汤的 他们也不敢立刻回城 在森林里兜兜转转 直到明天要魔兽工程 躲不过去了 这才灰头土脸地回来 一到城门口 就正好撞上了这场比赛 什么 容落 提起容落 巴尔伯就干火 新火往上冒 那天 阴他们的 可不就是赤练 拥兵团的家伙吗 走走走 赶紧去看看 人流往这边赶着 那方的圈子外面 大陆三大拥兵团 已悉数到齐 除了赤练 其他两大拥兵团的团长 都有钱来参加 这场魔兽工程 听说 容落被挑战了 自然不会错过 这一场好戏 巴图克和卢丰团长 各自站在己方 最前面的位置 碰了面 卢丰团长 好久不见了 这世道变得可真快啊 才多少年 就是一代新人换旧人 我们这些老家伙 用不了多久 就没人知道了 容落少主 今天竟会当众悔婚 还真是不把你 放在眼里啊 巴图克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巴图克团长过奖了 容落少主向来温和 这点老夫还是知道的 若不是小女 太过刁蛮任性 也不会招来她的怒火 体型壮硕 身背大剑 满脸胡子的中年男子 一边冷冷地 把巴图克的讽刺顶回去 一边狠狠地 瞪了旁边 不敢开口的卢兰一眼 他 就是狼群拥兵团的团长 卢丰 一位九星圣剑士 再过一步 便能踏入 剑圣的行列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明星圣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